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 表态参选台北市长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, 今日接受媒体专访时, 谈到近来正夯的台湾价值议题, 他认为, 在两岸议题上, 总统蔡英文也没有把台湾价值表示得很清楚。 苏焕智接受《苹果日报》专访时谈到, 虽然蔡英文在两岸议题上, 不像前总统陈水扁一样去冲撞现况, 使得关系倒退, 但蔡英没有把台湾价值表达得很清楚, 他说, 维持现状只是现状的描述, 如果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不是九二共识, 不是一中各表, 那是什么? 他没有讲清楚, 苏焕智表示, 或许会有人提到一边一国, 但这就变成一个冲突的论述, 该如何表达出一边一国, 又对中国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。 因此, 他在陈水扁时期就曾建议, 要将两岸定义为兄弟之邦, 因为邦虽然是一个国家的概念, 但又有点程度上的距离, 有其解释的空间。